天下进入尾声 天气也要变天了 东北风报道 温度将会向10度左右转为适量天气 北部高温只剩下25度 而另外在关岛的西北方海面 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当中 也不排除会增强为台风 甚至可能进入南海将影响南部的天气 而这也会让国庆烟火秀出现变数 5月6色烟火在夜空绽放 今年国庆烟火秀长达33分钟 将在台南安平渝光岛登场 不过下周变天可能看不到了吗 台南这一区域来看的话是 天气算是还算稳定 未来如果说热带系统发展起来 甚至有机会影响到台湾 那可能变化就比较大 关岛西北方海面正有一个热带扰动酝酿中 未来有增强趋势 可能发展为热带性低气或是台风 天气专家也曝光两路径 不排除将向台湾东部海面移动 国庆前后最接近台湾 但台风还没来 东北风先报道 在东北风增强之后 水汽油会慢慢增多 所以在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就有一些短暂震雨 北部东北部将出现局部短暂雨 甚至大雨 中南部山区则是短暂震雨 雨会一连下七天 温度也跟着溜滑梯 北部白天从35度周一只剩25度 一夜降10度 中南部白天略降2到3度 国庆廉价湿冷 将看中秋廉价的好天气大不同 记者张刀鹏成继台北 蔡普报道